阿鱼妹你在和妈妈聊天这么闲 要不你回答一下粉丝的问题 也行 有个网友问你 为什么你在视频里面和鱼妈说洋交话 要和鱼爸又讲普通话呢 因为我妈妈 忙得有多个新妈妈 我妈妈没上课学 所以也没出去外面跟别人交流过 她一直都是用我们家乡话来沟通的 所以她听不太懂那个普通话 鱼爸就不一样 鱼爸上过几年小学吧 应该她也当过兵 她听得懂普通话 所以我在视频中 都是跟鱼爸说普通话的 那你为什么不和鱼爸讲洋交话 如果我们的视频全程用洋交话来讲的话 不是有很多网友听不懂吗 阿鱼妹有网友问你是哪里人呢 这个问题好像每期视频都会有网友问 有一些新来的网友他不知道 你就告诉他 我是广东省阳江市阳西县纯春正人 如果你们有空的话可以到我们家乡游玩了 我们家乡有非常丰富的美食美景 还有特色的浪海产品 等你们过来哟 还有我问你现在怎么不留长头发了 剪短头发呢 这不是天气热了吗 剪短了凉快一些啊 但是现在这个头发不长不短的 扎起来又不是不扎又不是热死了 我老妈让我剪一个她这样的发型 你们觉得好不好 在评论区底下留言 我觉得非常好啊 你敢不敢打赌一下 赌什么 赌你去剪阿姨妈这个头发 拿什么来赌啊 要不这期视频点赞超8000 阿姨妹就去剪头发 你们说好不好 我剪 妈都剪过哪个头发好吗 不好 这也太短了吧 网友们那就赌呗 如果这期的视频 这个点赞量超过8000的话 我就去剪一个我妈这样的发型 你过来哟 还有网友问你什么时候是开一期哟 开余期是新历8月15 过了开余期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出发去干海咯 那还有网友问你会不会游泳哦 很多老粉都知道我是个汗鸭子吧 我不会游泳 你是个汗鸭子啊 对啊 还有网友问你那个青包杂鱼好浪费哦 这怎么会浪费呢 吃进自己的肚子里 你享受过它了就不会浪费呀 而且那个青包杂鱼是我们这边最地道的一种做法 又能保持它的原汁原味 还有一个网友他在评论区问你是不是整容了哦 整容了 那我是变好看了还是变丑了呀 我觉得应该是变好看了 我觉得应该说我整容的原因应该是我拆掉牙套了吧 之前戴牙套的时候是有助于改变这个脸型的 然后把它拆掉了之后呢 我的那个胃口呢就大增然后变胖了变胖了不少 估计有网友就觉得我整容了就是这个原因吧 怪不得这么好看 哇你也当然会说话了吧 有很多网友说没看见过肥妹了哦 你是不是肥妹闹矛盾了怎么都没有出现过了 怎么可能闹矛盾我们私底下嚎着呢 肥妹他也有个人的事情要处理 他什么时候能出现在大家的视野当中呢 这个还没确定 原来这样 对啊这个问题好像网友经常问 估计是太想肥妹了吧 谢谢大家对肥妹的关心 你们的关心还有你们的支持 我一定会准答给肥妹的 相信他一定会很开心的 你们有什么问题的话 也可以大胆在评论区底下留言 我每一个月都会抽出一些问题来回答给大家的 在这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啊 小鱼妹的记得关注 拜拜